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群 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 近日 教育部明确提出 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近日 教育部明确 将卓力解决校服选用采购过程中出现的变相强制购买 价格偏高 款式品类过多等问题 近日 八部门联合发文 对校外培训广告进行全面排查清理 近日 司法部印发通知并制定了经商办企业进业清单 要求严格规范 司法行政干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近日 财政部一次性新增 安排14亿元资金支持河北 山西 山东 河南 陕西五省秋收和秋东众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最高法9日发文 要求严查民间借贷等领域虚假诉讼 对套路带虚假诉讼违法犯罪保持高压严打开示 探索建立黑名单制度 对参与虚假诉讼的司法工作人员从严追责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日前在北京举行 超20种国产创新药参与谈判 9日起 四川成都市城华区理工东院西区 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9日15时起 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热电社区阳光家园小区 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四川成都9日通报 在本轮疫情中出现了一传十三的特殊案例 此外 电梯检测出阳性样本 提示公共空间办公场所存在较大的传播风险 据悉 我国国产体外膜肺氧和装置 以应用于临床试验 成功救治两名危重心血管病患者 9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赛区的冬奥村 冬残奥村完成各项能源及设备测试 转入运行状态 2022年1月27日正式开村 9日 广西防城港至东兴铁路最长隧道 铜骨岭隧道关通 标志着我国首条直通中越边境口岸的高铁全线隧道贯通 中央气象台预计 9日20时至10日20时 内蒙古中东部 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 局地大雪 西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据俄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9日 受恶劣天气影响 一艘集装箱船在俄罗斯远东海域搁浅 目前 船上14名中国籍船员已经全部被营救上岸 近日 由中国船舶集团设计建造的新型护卫舰交付巴基斯坦海军 泰国东部沙角府卫生防疫部门9日通报 泰国一介毒康复训练营 266人感染新冠病毒 当地时间9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 俄军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 限制美国军舰在黑海的行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感谢关注央视频